好,大家好,前两天呢,我跟我的女儿周航做了几期文明客厅,但是呢,我们是用直播做的,直播呢,不知道什么原因,也可能是YouTube的原因,也可能线路的原因,那个声音的质量不太好,今天呢,我又改成录播了,录播呢,这个声音质量还不错,但是录播比较麻烦,就这意思。 所以今天呢,我再给大家讲讲这个两个概念,一个基本概念,社会事实,社会事实是什么,社会事实的一个概念,就是说呢,对应的就是基本事实,或者叫物理事实,或者叫客观事实,客观跟主观,当时呢,我们在联网搞的那个项目,叫人与生物圈的项目,就是地球有六圈, 地球里头有岩石圈,我们叫岩圈,岩石圈外头是土圈,土壤的土,还有一个水圈,就是大洋大河水圈,还有一个就是气圈,大气圈,还有一个呢,就是在气圈,水圈和土壤圈里头有生物圈,当然还有个外层空间圈,所以当时呢,是在这个联网教科门组织,因为我姐夫在联网教科门组织,总部在巴黎,他那工作的, 一直工作到退休,他跟我们参加的这个生物圈计划,对,所以说自从有了人类,就是没有客观, 对,我上那个,我上北京四中中学的时候,我们的正老师,是北京市教正老师里头,属一属二的,他就跟我们讲所谓的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,叫客观和主观, 当然叫主观批判,说这个资本主义,叫主观唯新主义者,主观唯新主义者的一个大主教,叫贝克莱,英国的大主教, 英国的大主教,当时老师给讲,说那个大主教贝克莱讲,说石头之所以存在,就因为你脚碰你石头了,就能说你在路上,你脚踢了一块石头, 所以说呢,你这石头才存在,石头才存在的一个理由,缘由,就是你脚碰你石头了,当时呢,老师就说, 这个就是被批判的主观唯新主义,老师就讲,说你想想,你那脚,走到这个马路上,你没有碰你石头,难道石头就不存在吗, 当然老师给讲的呢,说人家那个大主教贝克莱也是一个哲学家,人家是一大学者,人家能这么傻吗, 后来那个老师就接着给讲,叫认识论,就是人有眼睛可以看,人有耳朵可以听,人有那个嘴可以吃,喝还可以表达, 还有人还有嗅觉,还有触觉,他那意思说,你知道有石头,因为你脚踢住了,就是你脚有触觉,还有味觉,对吧, 所以说这个老师就给讲,这叫认识论,很多人就是这么狂妄,你想人家英国大主教贝克莱是一个著名的学者, 他能说这种胡话吗,所以有一个,当然就辩论嘛,因为你认识到,你才知道他有, 你没有认识到,你怎么就知道他有,就是说主观和客观的关系, 当时我们那时候上高中,那个什么记忆力也好,这么回事, 就是说,你认识到他,他才有,如果你没有认识到,你怎么就知道他有, 这个是这个呢,后来就给妖魔化成唯心主义,老师给讲过,唯心主义跟唯物主义, 实际上不能分的,就一个硬币的两面,那面是唯心,另一面就是唯物, 唯物主义有两种,一种是机械唯物主义,还有一种就是, 后来就变成辩证唯物主义,变成唯物主义就是诡辩, 所以老师给打的基础,就是你先讲讲那个最基本的概念, 先别诡辩,先别辩证,辩证的意思就是说,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,你不好不坏,或者叫一分为二, 一分为二,一分为二就是一不傻赖,就是我给总结就是四荒八无, 无耻无赖,什么叫一分为二,一就是一,二就是二, 硬比有两面,上面还是下面,正面还是反面, 对不对,你怎么能说,应该一分为三, 当然我们老师就讲嘛,一分为三,一分为三他就引的是老子那道德经的话, 叫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, 老师有个讲说,孔子有一句话,就是那个仁有一句话, 叫三人行,必有我是焉,老师说三个人有你一个, 六个人有你俩吗,不是那个意思,三就表示多, 一,二,三,三就是多,就是一群人,里头有你老师, 这么回事,所以一分为二,当时老师就讲, 应该讲一分为三,你不是说当时几何正名题, 这个这是等于,还是大于,还是小于,还是等于, 它是三个状态嘛,就是老子那句话, 三才生万物呢,所以一分为二就是一个, 智力比较低,你不是说这个硬币, 它有正面有反面,那还有颜呢,那硬币有颜呢, 你说纸,纸有正面有反面,纸有颜啊, 虽然它薄,薄它有颜啊,这么回事, 厚度,今天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, 提到邓小平就不能不提到80年代, 对,邓小平呢,我也给他,他是一个历史人物, 现在好像快120岁了,对,诞辰120周年, 邓小平呢,我们认得他,因为当时呢,我们是, 这个在文化大面,就认得邓小平, 当然就批判邓小平跟刘少奇, 他们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, 所以我们叫党中央,当然有四句话, 叫做个人服从组织, 下级服从上级, 地方服从中央, 这个少数服从多数, 所以叫党中央,党中央当然有俩, 一个是刘少奇, 党的副主席,国家主席刘少奇, 还有一个叫邓小平, 邓小平呢,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, 跟现在的总书记不是一个意思, 现在总书记就是一把手,邓小平是七把手, 我再给大家说一遍, 叫毛刘周朱,陈立正, 毛总主席,刘尔吉副主席, 周恩兰副主席, 朱德副主席, 陈云副主席, 林彪副主席,邓小平总书记, 就是七把手, 他是第七把手, 当时呢,党中央就是刘少奇,邓小平, 后来就批判,批判刘正, 叫刘正反中,反中路线, 而这毛泽东非常的荒唐荒代, 荒谬荒芜荒芜, 他在1966年8月5号, 他就发表了一个大字报, 大字报的落海就是毛泽东主席, 叫我的一张大字报, 那题目叫炮打司令部, 当然我们就很震惊, 说司令那不是毛泽吗, 他说还有个黑司令, 黑司令就是刘少奇, 所以说呢, 叫做炮打司令部, 就是炮打以洛尔吉邓小平为首的那个所谓黑司令, 我给大家讲讲这段历史, 很多年轻人是不可想象, 对, 所以就是华国锋在1976年, 毛泽东死后一个月, 粉碎了四人帮, 华国锋, 叶剑英, 何邦东兴粉碎了四人帮, 那然后中国就迎来了80年代, 胡耀邦, 赵紫阳主政中共中央, 中国迎来了政治上开明, 清明, 清政和文明的黄金十年, 对, 我的女儿, 我的独生女儿, 就是80年代出生的, 所以说呢, 她出生, 那个同时就是, 就到了80年代, 有一句话呢, 叫80年代新一辈, 她就是80, 80年代就是在投入, 80后, 所以80后, 就是正式进入80年代, 80年代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代, 相当于清朝皇上退位以后, 成立中华民国, 成立中华民国, 从那个, 这个1912年, 对, 1912年2月12号, 1912年2月12号, 清廷的皇上退位, 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, 没有辛亥革命, 辛亥革命就胡说八道, 革命一直有革命对象, 革命对象就是什么呢, 就是说, 推翻大清王朝, 或者叫清国, 大清王朝是自己退的位, 人家退位之后, 人家有一个退位诏书, 国际法有效文件, 当然退位诏书写着, 确立共和立宪国体, 就这六个字, 现在已经113年了, 中国没有立宪, 尤其习近平一上台开倒车, 又搞了一个所谓地制, 或者叫这个集权, 集权是两个啊, 一个是集体主义集成电路那个机, 一个是南极北极两极那个极, 极端那个极, 这两个集权在英文里头不是一词, 在州里头是一个音, 就是集权, 意思不太一样, 或者说粗略的看也差不多, 现在习近平就要称帝, 帝就是皇帝的帝, 对, 所以民国的清末民初, 也就是1912年, 清帝退位, 民国, 中华民国, 那个时段和80年代是两个黄金的时段, 1986年, 朱后泽在中宣部部长的任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政策, 也就是宽厚, 宽松和宽容, 当时我是跟朱后泽关系挺好, 为什么? 因为朱后泽的女儿叫朱梅, 她是老初中, 可能还没到初中的, 当时那个时候她想考自学考试, 由于我是高三的, 她想出国考试, 她想出国考那个时候, 考EMBA, 考EMBA, 所以她就让我给她补课, 因为我是老高三, 北京四中老高三, 我给她补数理化, 她就天天到我们家去, 我是一对一, 给她补课, 当然是义务的, 所以我就跟她的父亲朱后泽, 当时已经调到北京来, 是中宣部长朱后泽, 官员也不错, 我有这段历史, 朱后泽当时呢, 我是搞人口, 搞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, 我是坚决批判, 祸国殃民的独生自已政策, 为此新华社给我出过一个绝密文件, 叫国内动态清样绝密, 1982年的那年的, 这个好像是三月多, 我给大家讲个插曲, 所以我跟朱后泽官员就挺好, 他本人曾经解释说, 三个宽字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, 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, 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, 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, 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, 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宽松又弹性一点, 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, 我再插一句, 当时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, 减乘十二大, 十二大呢有这些全国的党的代表, 大概有两千多人, 一人一票选的, 选的什么, 选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, 主席有三个, 一个是毛泽东主席, 毛主席, 一个是华国锋主席, 华主席, 华主席到了任了, 就选了一个,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, 胡耀邦统治叫胡主席, 很多人都不知道, 我说忘了, 我再给大家前提一下, 三个主席, 毛主席, 华主席, 胡主席, 胡主席当了好像有一两年, 不设主席了, 设总书记, 但是胡耀邦的总书记, 跟赵小平的总书记完全不是意思, 赵小平是书记是总书记, 他排第七, 胡耀邦总书记是排老大, 胡耀邦在1981年到82年, 像周老师说的, 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, 然后1982年到1987年, 担任了五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, 胡耀邦的, 按照他们那派人的一个安排, 就是胡耀邦岁数当然比较大, 如果他到了任, 那个中共中央总书记, 当时有一个版本, 就是朱贺责, 话来朱贺责就先从贵州, 当省委书记, 就调到北京, 当了共产党两个大部, 一个叫中国共产宣传部, 简称中宣部, 一个叫中国共产组织部, 叫中组部, 这个中宣部就叫宣传口, 关于教育部, 文化部, 什么语委, 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, 就这简单说就是笔杆子, 笔杆子最高的头, 就是中宣部, 中宣部长就是朱贺责, 我跟朱贺责有这段交往, 所以说呢, 当时朱贺责我去搞这人口, 当时中国有一个非常荒唐荒代荒谬荒芜荒芜的, 读生子异政策, 我是在1983年3月15号那天召开的是国务院发展战略讨论会, 那个讨论会上, 第一个发言的上午8点开会, 第一个发言的就是钱学森, 他的发言时间是60分钟, 他发言了, 他发言完了就是我, 我是1983年3月15, 9点开始发言, 我的发言时间是半小时, 在这个半小时那个会议上, 我就当着四五百个中央的干部, 我就严厉批评了多生子女, 我叫多生子女有八条弊病, 当时新华社的内参的记者, 就把这个我的发言, 就出了一个新华社出的国内动态青样, 国内动态青样有三级, 一个叫秘密, 一个叫机密, 一个叫绝密, 我这个给我出的叫绝密, 我给大家讲讲这段历史, 因为他给我登了这个绝密, 后来有很多的干部也支持我这事, 所以我就后来就搞了几年, 关于严厉批判族生子女, 这个霍国殃民的政策的这个东西, 但这个东西他当然是保密了, 所以我后来就搞了一个课题, 我这个课题组谁给, 谁给波子钱, 谁就是中国中央书记处, 农村政策就指了主任, 叫杜润胜, 杜润胜是杜老, 杜老大概活了103岁, 杜老支持我这事, 因为什么呢, 因为当时杜老就问他们的首相, 就说你们有没有人研究农村人口的这方面的专家, 后来他就派人到了这个国家计生委, 计生委回答, 我们没有人研究农村人口, 所以后来就经过我的老同学给他介绍, 跟那个杜润胜介绍, 说我一老同学也就四中的我的老校友, 说我们这有一个, 有一个老师研究农村人口, 就这样, 杜润胜就把我们请去了, 后来他觉得我这个人口政策, 就是坚决批判独生自己政策, 主张一对夫妻生两个小孩, 如果要是你愿意, 我们就可以促进你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, 所以我这个政策叫儿女双全的人口战略, 杜润胜支持, 杜润胜由中共中央书记处, 他就拨给我当时15000人民币的课题经费, 那时候是八十年代初, 一万五顶现在15万, 甚至于顶一百万, 后来又给我追加, 因为我这个课题搞得挺好, 又给我追加了三千块, 也就是说中共中央书记处, 给了我一万八千人民币的课题经费, 我就是课题组长, 我这个课题一共有四个人, 我给大家介绍这个事, 以后我可以给你们愿意听, 我可以给你们详细介绍, 中国的人口政策怎么这么荒唐荒代荒谬荒芜荒芜, 到了现在, 多数字你政策获过殃民, 后来又改了, 放二胎, 放二胎又改了, 现在可以生三个了, 当然已经是铸成大错了, 对, 很难再回头了, 那么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篇文章, 就是说八十年代的中国, 是一个欣欣向荣的, 是一个文艺, 文化, 文学, 作品层出不穷的, 然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么一个时代, 那我认为呢, 就是正是由于胡耀邦赵紫阳在政治上的开明民主, 和朱厚泽所提出的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政策, 才有了这些文化艺术体育, 甚至是社会的生活方方面面的繁荣和活力, 可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物质与精神, 经历了双重复苏与洗礼的十年, 是各种新思潮, 新概念, 争鸣与碰撞的十年, 是文学艺术创作井喷的十年,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走向未来从书和等等这些西方的, 比如李泽厚老师他的告别革命, 美的历程, 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启蒙读物。 我再插一句啊, 就是近一百年, 中国有两个时期最好, 一个就是末代的皇帝三岁的溥仪, 在他母亲的代人之下, 退位了, 退位的时间是1912年, 退位以后呢, 就成立了中华民国, 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就是袁世凯, 那个后来有人就把他妖魔化成北洋, 这北洋就不对, 那叫中华民国的政府, 第一任总统袁世凯, 后来到了蔡英文, 就是第十五任, 现在赖清德, 就是第十六任, 什么什么总统, 中华民国的总统十六任, 所以说台湾搞老台独, 这话的人就是一个糊涂, 人家是中华民国到现在成立了, 一百一十三年, 怎么叫台独呢, 你们明明是漏独吗, 就是大陆的漏, 明明是毛独, 毛独就是毛泽东, 或者叫红独, 红色, 红色中国就要闹独立, 说怎么台独呢, 因为台湾, 现在叫中华民国台湾, 已经在台湾, 我国第二大岛, 台湾岛已经成立了, 这个现在是从那个中华民国开始, 已经成立了一百一十三年了, 所以有人一说台独就是糊涂蛋, 糊涂蛋也不是我说的, 是人家法国的作家余果说的, 余果那句话翻成汉语, 就是糊涂蛋, 凡是在大陆说台独的, 我认为就是一糊涂蛋, 明明是漏独吗, 明明是红独吗, 明明是毛独吗, 怎么是台独呢, 这一个插曲, 他们是在混淆视听, 这是两个事, 两个好时间, 好时间, 一个就是清朝268年, 13个皇帝, 他在1912年2月12号退位了, 退位之后就成立了中华民国, 那个大约有一二十年, 那就是黄金时代, 这一个皇帝退位了, 中国呢走向共和, 开始走向共和了, 第二个就是毛泽东活了83岁, 倒行逆施, 制造无数军价图案, 到了1976年9月9号他死了, 死了之后, 他最信任的华国锋, 汪东, 这个汪东兴还有岳远英, 他们就把毛泽东的班底四人帮, 还有他的侄子毛远新就给抓起来了, 那就是又一个第二个好时间, 就是刚才念的那个80年代, 现在呢就是习近平倒行逆施, 他想称帝, 是吧, 他违背了共产党的干部路线, 现在也在那个传, 如果他或者是下台或者死, 现在中国就面临了第三个好时间, 就是这个称帝的这个独裁者, 或者叫中共国的头, 对, 结束百年暴政, 对, 现在呢我们周航给念的就是80年代, 80年代就是这个76年9月9号, 毛泽东死27年以后, 就是1976年10月6号, 就把私人帮给抓, 就是把毛班底给他抓起来了, 中国有好时间, 就大概有一二十年, 在这个黄金的80年代呢, 有出现了很多的诗人, 他们呢有一些代表人物, 比如说顾成,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 我却运他雄爪光明, 书亭的志向树,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, 作为树的形象与你站在一起, 根紧握在地下, 叶相交在云里, 我们分担寒潮, 风雷, 霹雳, 我们共享雾矮, 流澜, 红泥, 仿佛永远分离, 却又终身相依, 还有实指着相信未来,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,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,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,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, 相信未来, 北岛的回答, 高尚是高尚者的木志明,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 看吧, 在那镀金的天空中, 飘满了死者, 弯曲的倒影, 说到北岛, 我再插一句, 北岛是我们北京四中的校友, 那一年, 1966那年, 我是高三, 北岛是高一, 当时呢, 北岛当主编, 他找过我, 暴风雨的记忆, 暴风雨的记忆, 专门说, 北京四中, 从六几年, 好像是六五年, 1965年的北京四中, 当时北岛是主编, 当时他北岛找到我, 因为我们, 他是高一, 我是高三, 所以在暴风雨中的记忆里头, 有我的一块, 谁找到我, 就是北岛, 当然还有他们的责任编辑, 我就跟你们讲讲这个事, 这也是一个口述史的一段, 对, 这些诗人, 他们可以被称为是朦胧诗, 他们的这些诗呢, 很纯朴, 简洁, 而且呢, 他们是发自内心的, 所以呢, 就是可以说, 他们的诗反映了时代的脉搏, 也是可以流芳千古, 当然北岛的名诗, 刚才那个, 我们女儿周航玉已经给念了, 就是高尚, 是高尚者的慕志明, 就是什么, 让毛泽东给杀了, 但是他的慕志明, 写的这个高尚, 是高尚者的慕志明, 卑鄙, 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 卑鄙就上去, 你不是习近平, 有一个卑鄙的小人, 他就当了中华人民国的主席, 还有军委主席, 他当了12年了, 那是一官迷, 那就是一个卑鄙的小人, 小人居然当了中国的老大, 所以那个北岛这句话, 有生命力,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 高尚死了, 毛泽东给他害死了, 叫高尚, 是高尚者的慕志明, 这是我们的老校友, 对, 所以他们的诗引起了很多的共鸣, 就是因为他们说出了, 普通人的心声, 无论是诗人作家, 还是喊出小平您好的北大学生, 他们在那些彩色的老照片里,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 就是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, 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里, 都流露出那种久伪了的纯真, 所以难怪有人总结说, 80年代是一个出满理想和希望的年代, 虽然物质仍旧匮乏, 但灵魂却无比丰盈, 当时呢, 我给再说说小平您好, 小平您好呢, 那是1984年, 所谓的中共国成立35周年, 小平实际上当老大了, 但他从来没有当过老大, 所以叫他垂帘听政, 但是他实际上又是军委主席, 他实际上的一把手, 注意这句话实际上的一把手, 名义上没有, 名义上当时华国锋, 胡耀邦, 赵紫阳, 人家是总书记一把手, 所以呢, 当时在1984年, 这个中共国成立35周年的时候, 小平已经当了头了, 所以他就在天安门上搞了一个阅兵, 阅兵呢, 他站在天安门楼上, 他阅兵, 那是他的顶峰, 当时呢, 北京大学的学生, 在这个有一个宿舍, 有几个学生, 他们就把那个宿舍的那个床单, 或者是背罩啊, 那白布, 他们写了四个大字, 用那毛笔写的, 叫小平您好, 这个北大这些学生, 就把这个小平您好这块布, 他们就带进了天安门钢厂, 等到群众游行的队伍, 走到这个天安门底的时候, 他们突然间把这个白布, 也就是说他们的床单, 或者是背罩, 他们给亮出来了, 那上写着, 一了白写写了四个字, 叫小平您好, 那是一个反革命事件, 因为你在, 因为这个在阅兵的时候, 你带进游行队伍的那口号, 那必须得经过严格审查, 但是北大的学生呢, 就没有经过严格审查, 他们偷偷的, 他们就带进广场, 要在原来的惯性, 那就是严厉的, 严重的反革命事件, 结果呢, 没想到小平在天安门上看见了, 因为他明白, 这不是他布置的, 这是当时的在校大学生, 自发的一种东西, 小平笑了, 小平笑了, 也没有, 后来就没有追究这事, 后来有学生让我给讲, 我就给你们讲这事, 那个小平您好, 还不是说小平同志您好, 就是四个字, 小平您好, 小平一看, 我这改革开放挺得实心的, 也没有布置, 就由于这个学生, 应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, 代表了广大人民的一个意愿, 所以就这么回事, 这叫小平您好, 那就是八十年代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, 对, 所以那个八十年代这个十年, 可以说是开放的, 开明的, 文明的十年, 对, 当时呢, 周航的那个博导, 就是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中身教授, 就是丁学良教授, 丁学良教授有一个概念很清楚, 他说呢, 不是改革开放, 应该是开放改革, 开放对我们国家影响非常深刻, 改革没有什么改革, 比如说当时交过了国家的, 留足了集体的, 实际上全是自己的, 他说这叫改革吗, 当时有个电影, 就是落着翔子, 落着翔子有一个主角, 虎妞, 虎妞呢, 当时拉洋车的工人就是落着翔子, 而落着翔子, 虎妞管理这个车行, 什么政策, 就是交过了那个, 当时叫国税, 交过了国税, 留足了这个公司的, 实际上全是自己的, 这叫车份, 当时我记得, 落着翔的电影里就说, 说这个落着翔的包一辆这个车, 这车是他的预书工具, 他呢, 去拉活去, 拉活挣的钱, 好像每天也不多长, 交一两块钱, 就是所谓的交过了集体的, 那就是交过了车份, 剩下全是自己的, 所以说, 家庭联产, 成本损制, 根本就不叫改革, 就叫完全的复古, 几千年, 人家中国都是这意思, 比如你租了人家地, 你去租, 交过了租金, 交过了黄粮国税, 你就交过了租金, 如果你的地产量, 那就是你的, 剩下全是自己的, 因为这个承包制, 根本就不能叫改革, 叫复古, 所以, 丁星良那概念说, 什么改革开放, 最多是开放改革, 对, 所以开放呢, 有周老师以前说过, 有双双重开放, 就是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, 因为中国是一个户口户集制, 所以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, 就是非农业和农业, 当时我给学生讲课有一话, 叫中国是双双重开放, 一个是中国在城市对农村开放, 一个是中国对外国开放, 首先中国对农村开放, 这个反动的制度, 就是毛泽东干的事, 他在49年建政以后, 居然在中国搞了一个现代农奴制度, 他把中文人分成两种, 一种是市民, 一种是农民, 农民就叫二等公民, 农民如果你从农村, 你要到城市来, 那叫盲目流动, 盲目政在58年的时候, 周恩来总理有一篇, 有个文件, 中原文件, 盲目流动就相当于流氓, 或者叫盲流, 你从农村, 你想到城里来, 就给你抓回去, 叫收容遣送制度, 这是世界上最反动的制度, 根本不是什么农民, 那个叫农奴, 这个制度谁干的事, 毛泽东, 毛泽东干了一个世界上最反动的制度, 因为在几千年, 所谓的我们的, 就是所谓封建的时代, 其实封建这话是不对的, 就是说这个唐宋, 袁明清, 这些朝代大概有这么几十个朝代, 王朝嘛, 王朝也没有农奴, 人家农民就可以进城, 或者也可以流动, 毛泽东一当了头, 他就搞了一个世界上最反动的制度, 他就把中国的农民变成农奴, 你是农民, 你想进北京, 或者进上海, 给你抓回去, 叫收容遣送制度, 就是把农民变成农奴, 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事, 原来说中国有8亿农民, 没有这事, 中国有8亿农奴, 后来改革开放就给改了, 就是所谓的一号文件, 一号文件的这个头, 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, 农村政策就是顾问, 叫杜润生, 杜润生杜老, 他活到103还是102, 他前些年去世了, 当然我们都尊称杜老, 杜老就是农村改革的领袖级的任务, 对, 朱老师说的很清楚, 那么就是限制这个中国人的自由迁徙的权力, 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制度, 这个邪恶的制度, 就是这个毛总干的事, 对, 所以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, 也是2003年的事情, 所以离现在也才20年, 收容废除收容遣送制度, 是胡锦涛温家宝干的, 叫胡温, 胡锦涛是总书记, 温家宝是总理, 是他们俩干的, 他们俩干的是好事, 有人攻击, 温家宝毫无道理, 人家温家宝是一个平民, 人家当了, 后来当了中办主任, 当时赵紫阳反对开枪, 当时赵紫阳是十三大选的总书记, 兼军委第一副主席, 他反对用暴力来镇压学生, 当时的中办主任就是温家宝, 所以有人老攻击温家宝, 我说你们瞎他狗眼了, 温家宝是一好人, 对, 我在香港理工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时候, 写的一篇博士论文, 就是关于中国的公民社会, 我的论文的研究对象, 就是怒江和金沙江, 蓝沧江, 三江并流的这个世界自然遗产, 就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自然遗产, 要在这个三江的流域上面, 兴建水利工程, 就是梯极水电站, 那么当时呢, 就是2004年温家宝总理就批示说, 对于这一种水利工程, 要慎重研究科学决策, 所以才有了后面的中国的环保组织, 他们做的一系列的努力, 那么推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前进, 对, 当时在八十年代以后就出现很多非政府组织, 又叫NGO, NGO呢就是一个民间的组织, 它是非官方非盈利的这么一个这个组织, 当时就保卫怒江, 因为怒江呢当时在中国是最后一条生态江, 他们在怒江上又修13个大坝, 当时那些民间的环保组织就反对这事, 就一直报给了当时的总理温家宝, 温家宝批示, 所以说呢怒江修13个大坝这个事就暂停, 你注意温家宝是个好人, 而且人家做个好事, 他不光是好人, 他做个好多的好事, 所以有人说批判温家宝我就非常的愤怒, 你们知道吗, 温家宝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总理, 当过十年, 对, 对, 所以对温家宝总理的这个指责有一些无端的指责, 不是无端, 是错误的指责, 邪恶的指责, 人家温家宝是一个好人, 至少是一个正义的人, 而且做了好多好事, 他们就无端的攻击人家温家宝, 这些家伙我就说是阴暗心理, 而且是邪恶的, 温家宝是一个美好的总理, 你们攻击温家宝, 你们就邪恶又邪又恶, 胡锦涛主席他在任上的时候废除了农业税, 所以他的一号文件也是关于农村的农业的农民的, 所以他费除了取消了农业税, 就最近呢有在这个中国大陆, 或者在海外的中文简体的这种互联网上, 传了好多所谓的流言或者叫传言, 有人把流言和传言把它杠成谣言, 这是错, 谣言是错误的, 但是流言跟传言是因为有互联网, 他传, 他流, 就是这个流传, 这么可以说, 说你不能把流言跟那个传言说成谣言, 这谣言是个负面的词, 所以现在有好多的流言传言, 所以说我就当时我们社会学有一个基本概念, 就是把这事实, 客观事实, 把它变成一个叫物理事实和一个社会事实, 所以我上次讲过, 由于那个声音录的那个不好, 所以我再给大家重播重播, 社会事实就是现在大陆还在海外中文自媒体, 特别是简体的中文自媒体上, 有好多, 有关于习近平得病了, 又患肝了, 或者又发生了一些政变, 或者叫官变, 这些东西通通是流言, 说这些东西有没有谣言, 肯定有, 但是哪个是谣言, 我们不知道, 我们也不需要知道, 但是这些中国在很多或者国外的人都传这个事, 传这个事, 这就是传言, 传言呢, 就是社会事实, 比如最近就传, 说习近平他什么又患肝了, 又是什么得了病什么中风了, 这些就是物理事实, 物理事实我们不知道, 我们也不想知道, 但是传这些事, 比如现在我们就传, 你不是我给朋友打电话, 他们也跟我说, 这种传这个, 原来这叫社会事实, 社会事实我们可以信, 也可以不信, 而是你可以评论, 所以我给大家再给大家讲的这个概念, 一个叫客观事实, 物理事实, 还有一个就是社会事实, 社会事实就包括流言, 传言, 但是不是谣言, 谣言是一个负面的词, 我有一个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, 就是我觉得谣言有官谣, 还有民谣, 那官谣就是官方发布的一些宣传, 一些话语, 可以说是官谣, 官方的谣言, 为什么这么说呢, 因为官谣它的基础就是权力, 就是没有政治权力, 你是不可能发布官谣的, 那民谣呢, 可以说是民间的一种自发形成的, 广泛传播的, 得到回应和呼应的这样一种话语, 那么民谣呢, 它的传播, 它应该是民意, 对民谣呢, 就是在这前些年, 就是八十年代以后, 八九十年代都有, 关于民谣的书, 我也买了几本, 在全国各地传的民谣, 后来就把它叫做段子, 段子是个中性的词, 既不是流言, 也不是传言, 也更不是谣言, 它就是一段子, 段子就是一个比较简洁的, 一个调侃, 这个调侃有的质量不错, 所以就在广大的, 这个人之间就是, 来传, 这个流言传的越广, 就这么它越有所谓基础, 它简洁, 一语重地, 它没那么些废话, 所以当时呢, 我给学生也讲过, 这个所谓段子, 我现在我还想起来, 你比如说那个, 有一个段子, 说共产党的干部, 一天五件事, 共产党干部才得开会, 上午开会, 你吹我, 我吹你, 互相吹捧, 就现在一样, 这些习近平身边的这些, 有人管得像太监, 就吹捧习近平, 习近平搞的就是个人崇拜, 个人崇拜, 他呢, 想追购, 追平毛泽东, 但毛泽东一死, 搞了一个若干历什么的决议, 就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, 后来习近平呢, 上台, 上台之后, 更加变本加厉, 所以最近这个, 最近有一个, 有一个形式, 就是吹捧习近平的那些, 所谓段子, 或者说他在写的书, 下架了, 这样的话, 昨天, 前天, 我有一个, 七十多年老同学, 现在还在中国大陆, 他就给我打一电话, 他说他, 他就觉得现在, 这个, 这个, 他到图书馆去, 不是, 到新华书店去看去了, 新华书店他跟我说, 前天他跟我说的, 他说他去新华书店, 去看去了, 一层, 新华书店一层, 有柜台柜台都摆着, 习近平主席, 治国理政的书, 大约有几十本, 他到了那个新华书店去, 就是前天的事啊, 他说他看了以后, 发现, 很多图书馆一层, 这个习近平的这些著作, 没了, 没了他就进去了, 他就问这个, 新华书店的, 这些服务员, 说这些书哪去了, 书店的服务员跟他讲, 二层呢, 所以他又上了二层, 到了二层, 在一个二层的, 一个角落里, 放着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书, 就是还有, 但是没那么热了, 这个事儿, 我就叫它是物理事实, 他们把那个习近平的书, 由一层, 到二层, 这个位置就是物理事实, 后来对于这个物理事实, 很多人有议论, 你们像我这个, 七十多岁的老同学, 他们有不少, 他们就跟我议论, 就证明, 变了, 要变了, 变了是怎么变, 是改良还是改略, 还是改革, 社会变迁的, 分成一个, 叫社会变迁的六种形式, 就是改良, 改革, 革命, 造反, 动乱还是乱动, 现在呢, 这个事实, 就是一个物理事实, 对这个, 对这些事儿的看法, 我们叫社会事实, 所以咱们都可以讨论, 我给大家再讲讲这个概念, 对, 那周老师问您一个问题, 您倾向于认为, 中国社会的未来,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? 中国的未来, 我给学生讲课, 我讲了四十多年课, 或者五十多年课, 我给中国, 我给社会学系上课, 我的一个结论, 对于中国的未来, 我们是乐观, 首先是乐观和悲观, 我是乐观, 乐观要加三个字, 叫谨慎的乐观, 一直到现在, 我对于中国的未来, 是谨慎的乐观, 这么回事, 为什么? 我给大家讲讲这个道理, 咱们也可以辩论, 比如你悲观, 你为什么悲观, 而我是乐观, 乐观我是谨慎的乐观, 对, 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, 现在中国社会是一潭死水, 年轻人都躺平了, 然后中国社会的经济呢, 也是一落千丈, 内卷非常严重, 对于政治的关心呢, 那就几乎是, 人人都很冷漠了, 那在这样一种条件下, 您觉得会出现一种反对力量吗? 这种说法, 我认为他不客观, 我说他不正确, 比如说冷漠, 谁说冷漠了, 中国人呢, 是见人只说三分话, 未可全抛一变心, 所以中国人呢, 他有三个, 一个是跟哥们姐们, 他说的是真话, 一个是他在官方上, 他说的是官话, 套话, 屁话, 还有一个就是一般的话, 你说他冷漠, 你得看他怎么冷漠, 你像我这些老同学, 都70多年了, 人家跟我说的话, 怎么冷漠呢? 人家对于中国的这些变化, 不管是往好了变, 改良, 还是往坏了变, 改略, 还是不变, 他都很关心, 因为当时有人说, 但是中国的关心, 它是地下的, 所以有人说共产党, 他不是已经执政了吗? 不对, 中国的共产党, 原来是地下党, 现在还是地下党的心态, 特别是中央党校的一个资深教授, 蔡霞教说的那话好, 说在这个18年吧, 对, 2018年, 习近平修宪, 修宪以后, 他就废止了国家主席有任期, 最多是这个十年, 他就废了, 废了他想终身制, 就是习近平想称帝, 称帝呢, 后来蔡霞非常的负责任的一个人, 而且对共产党的感情也非常深, 因为蔡霞在美国之音, 这个公共传媒他就说, 他说共产党是一句政治僵尸, 这句话说的很到位, 也很有名, 现在很多海外人都知道, 蔡霞老师说共产党就是一个政治僵尸, 现在呢, 习近平就是黑社会的头子, 这两句话都说的很到位, 现在我就跟蔡霞也说, 政治僵尸, 因为我在农村搞调查, 农民有疑话, 这个尸体死了变成尸体, 尸体长了, 就变成僵尸, 僵尸呢, 有可能炸尸, 这个炸尸是中国民间的一个概念, 我没有见过, 但是我听农民说过, 那么这个共产党这句政治僵尸, 已经也僵尸了不少年了, 我就跟蔡霞也说, 他会不会炸尸, 炸尸是一个概念, 是民间普遍流传这个事, 我这意义就是中国共产党, 什么时候僵尸变成炸尸了, 这是一个未来的问题, 那您觉得有一个时间点可以预测吗, 没有预测, 预测就是一估计, 或者叫评估, 或者叫估算, 你要统计, 统计是国家统计局, 各省都有统计, 统计司, 统计处, 那是统计, 比统计再宽松一点了, 我们叫这个估计, 在估计和统计之间, 有两个叫估算, 比如当时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国民经济研究所, 他们就每年, 他们就估计中国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, 他们就把中国的收入分成五种颜色, 第一种颜色叫红色特权, 有人说你有没有, 我有, 我在人民大学, 我也是高校的老师, 高校老师当时分了我一套房, 那套房是34米7, 当时那个时候的市场价值, 是价值大概70万人民币, 那个70万人民币分了一套, 两居室34米7, 建筑面积是70个平方米, 居住面积是34米7, 这个这就是特权, 这就是红色特权, 有没有, 我有, 后来改了就不分房了, 叫福利分房停止, 改成住来商品化了, 也就是说你买房子, 你得去买去, 这个所以说呢, 这叫红色特权, 干部都有, 你像我们学校的干部, 至少有一套房, 有些干部有三套, 有四套, 有五套, 当时王宝森是北京市副市长, 他的房子是126套, 为什么呢, 因为登报了, 登在官方报纸, 北京日报了, 说王宝森回来自杀了, 是不是自杀还是他杀, 现在也不知道, 但官方说的才自杀了, 他在泥下的房126套, 其实有一套分给了全国劳模李苏丽, 李苏丽是北京的一个干部, 由于他们的单位没有房, 所以就把没收王宝森这个126套的房子, 其中有一套房子, 就分给了全国劳模, 北京的全国劳模李苏丽, 所以这才登了官方的传媒, 所以说这就是红色特权, 还有就是交了所得税的, 我们叫白色收入, 因为你有所得, 你就得交所得税, 交了所得税的, 你那税后的收入, 我们称为白色, 还就是黑色, 黑色就是你逃了所得税的, 或者你是一非法收入, 比如人家给你行贿, 给你收了贿了, 你收贿那个收入就是所谓黑色, 还有一种借乎于中间的, 借乎于白和黑之间的, 我们叫灰色, 还有一个就是蓝色, 蓝色收入就是你出国了, 当时你出国了, 你作为访问学者, 或者你到国外的大学当教授, 他们给你的工资挺高, 这种收入我们叫蓝色收入, 所以当时国民经济研究所说中国的国民收入分成红色, 分成这个黑色, 分成那个灰色, 分成那个蓝色, 还有白色, 还有白色, 这么叫五种颜色, 这是国民经济研究所, 他们的报告传得很恍, 而且他用的语言也非常的生动, 对, 还有一种观点想跟周老师讨论一下, 就是有人认为, 自从白纸运动在封城清零之后出现的2022年左右, 那么就是说明了中国民间的一种反对力量, 或者是一种反对的声音, 而且他们认为是很有希望的, 中国未来就是很有希望的, 那您怎么看呢? 希望愿意有, 所以说当时有句名言, 说希望好比地上的路, 走的人多了, 也就形成路, 所以那句话我记得很清楚, 因为那是在中学语文里面的一句话, 就叫做希望本无所未有, 也无所未无, 就像地上的路, 走的人多了, 也就成了路, 这一句名言我们都背过, 所以有人说你对未来有没有希望, 当然有希望, 有没有失望, 我当然有失望, 希望失望, 还有就是没有感觉, 就随中间状态, 还是那句话吗, 乐观还是悲观, 我当然是乐观, 但是我是谨慎的乐观, 那我还有一首小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, 这是我的祖国, 远方的故土, 梦里的家乡, 岛屿遥望着大陆, 草原拥抱牧场, 森林一望无际, 湖水恋艳, 闪耀着波光, 千年的磨难, 百年的忧伤, 救世主挥舞着死亡的大棒, 人群中传来梦一般万岁的迷狂, 那歌唱的小草, 披着霞光, 甜美的笑页, 充满着欢心与希望, 阳光下的罪恶, 幸福里的荒唐, 斗转星移, 赶问路在何方, 是什么让你热泪盈眶, 是什么让你重燃希望, 迈向文明, 我们忏悔, 拒绝遗忘, 说到我们忏悔, 我有一个老朋友, 也是将近六七十年了, 他们有三个人编了一本书, 叫我们忏悔, 这本书有几十个人, 就是说现在这些人, 都已经七老八十, 基本都是六十以上了, 六十以上他们在文革的时候, 他们就参加过所谓的文革批斗, 现在已经是基本都七十楼, 像我现在今年七十七七十八了, 当时我是高中生, 初中生现在也已经过了七十了, 他们对于文革的时候, 参加所谓的十年动乱, 十年浩劫, 特别是达老师, 对于达老师这个事, 他们有人不同程度参加过, 所以我这两个总统学, 还是三个同学, 他们写一本书, 第一册就叫我们忏悔, 他就找这些参加过文化大命的人, 你们都快, 等于说就快死了, 死了就是中国有句俗话, 人之将死, 其言也善, 鸟之将死, 其名也哀, 说你们都七老八十了, 你们可能过个一二十年就都死了, 死之后你们对于文革的时候, 你们参加这种打老师, 这种缺德的事, 这种邪恶的事, 你们应该反思一下, 共产党叫反思, 西方叫忏悔, 中国的古代, 或者说那个传统中国叫反省, 五日三省五身, 反省忏悔和反思, 自我批评是基本是一个意思, 所以我们那个, 那个我们有两个同学, 还是三个同学, 老同学, 他们就编了一本书, 我的忏悔, 现在编的是第一集, 现在又准备再编第二集, 第三集, 第N加一集, 你们有人愿意写我的忏悔, 可以把稿子给我, 我就给我们这个, 编着我们忏悔这个书的人, 让他们接着出续集, 这是一个题外话, 对, 这是很有意义的, 就是向后看, 就是向前进, 为什么呢, 因为当时孟子就说过, 说作为老师, 老师有三个乐, 第一个是, 得天下英才, 得天下英才而交之, 因为老师嘛, 你们的学, 像我们的人民大学, 北大清华, 他们都是重点大学, 他们的学生都是英才, 那么你在这个中英大学当老师, 这就是一乐, 得天下英才而交之, 说人道, 还有一个乐就是, 父母聚在, 兄弟无故, 就是人有三情, 亲情, 友情, 爱情, 你的父母, 那是亲情, 父母聚在, 兄弟无故, 兄弟无故就是你有手足, 手足之情, 也属于亲情, 叫父母聚在, 兄弟无故, 像我就是没这个情了, 因为我父母已经去世了, 我有姐姐, 或者我有手足, 还有这个, 或者是底下, 底下有孩子, 这都是所谓的亲情, 还有友情, 友情就包括朋友, 老同学, 这个老同事, 老朋友, 人有三老, 这是我姐姐总结的, 说人有三老, 什么第一, 你得有老父老母, 就家有一个老人, 家有一老是一宝, 第二个, 你有老伴, 我有老伴, 我的老伴跟我结婚, 到明年50周年, 所以明年我们要纪念, 我们俩的经婚, 经婚就是50周年, 明年就正好是我跟我爱人结婚, 50周年, 这叫老伴, 还得有老本, 比如老本, 为什么, 因为在两年, 三年吧, 应该三年以前, 人民大学没有任何道理, 人民大学校办, 给我打一电话, 把我这个公邻, 我有公邻大概有四五十年, 把我这个基本养老金, 基本养老金给我停了, 现在已经停三年了, 这就毫无道理, 因为那是我们在兵团, 我们在农场, 一个月工资三十二元人民币, 所以说我有基本养老金, 他在三年以前, 他给我停了, 这就是说呢, 但是我并, 我有这个, 原来我有养老金, 我已经领了有, 工资和养老金, 我已经领了有十三年了, 他给我停了, 所以我有老本, 因为我吃喝嫖祖抽, 一个一点恶心没有, 所以我有老本, 就是说我以前挣的钱, 我有的钱是存起来的, 所以我叫老本, 一个叫老人, 一个叫老朋友, 一个叫老伴, 还有就是老本, 这叫三老或者四老, 我给大家讲讲, 这是我姐姐的一个创造, 好, 我问了这个什么, 再讲那个社会事实, 社会事实, 我再给大家讲一讲, 啰嗦啰嗦, 社会事实, 就是现在有很多传言, 你信不信, 那是你的事, 你信了以后, 你愿意传, 比如我的老同学, 今天早上又给我传了一东西, 就是这个互联网上, 传了一段俄罗斯这小特务, 叫普京, 这小子今年七十二周岁, 他在两年, 将近两年半以前, 他悍然入金, 乌克兰, 现在乌克兰已经, 攻进了俄罗斯本土, 据说占了一千多平衡公里, 而且最精神的消息, 对乌克兰有好多无人机, 他派无人机, 多少架咱也没数, 人家就说有好多, 乌克兰的无人机, 袭击了莫斯科, 莫斯科就是俄罗斯首都, 所以普京呢, 今天上午, 就有一个互联网上, 有一个段子, 普京就愤怒了, 他说有的人, 那有的人, 我认为他指的就是习近平, 说跟俄罗斯说, 什么合作物上线, 什么给他援助, 我现在中国好像变了, 变了之后, 那个普京就痛骂, 首先我要感谢我真正的朋友们, 卢卡申科, 阿里耶夫, 巴萨尔, 你们的不离不弃, 让我感到了自豪和骄傲, 我已经是72岁老人, 令我惭愧的是, 至今我才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, 那就是世上有一类人, 他们的无耻远超过所有人的认知, 我无法理解一个公开承诺的, 竟然不去兑现, 一次次许诺, 我一次次信以为真, 一次次签署伙伴协议, 却无动于衷, 我相信了他们, 我听从了他们, 不曾想, 却被他们无情抛弃, 他们现在却像局外人一样, 而俄罗斯却成了全世界眼里的恶人, 当初如果不是他们的鼓噪, 俄罗斯不会如此, 朋友之间和家庭是一样的,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家人的死活都不顾, 把自己的钱大把大把给外人花, 完全不顾家人吃不上饭, 看不起病, 只顾自己孤名钓鱼,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邪恶至极之徒, 他对朋友都是虚情假意, 其目的都是为了利用像我们这样善良政治的人, 最后我要忠告大家, 凡是自己赞美自己的, 自己歌颂自己的, 不允许别人批评的, 拿自己家人血汗钱喂养别人的, 一定要远离, 不然你早晚会遭雷劈。 这就是普京的话,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假的, 咱不知道, 就是我的手机接收了一个国际互联网的一段话, 就是普京就开骂, 骂谁, 我认为骂就是习近平, 说习近平礼貌不讲道理, 那时候你支持, 暗含的支持, 不收信用, 这个普京俄罗斯侵犯乌克兰, 现在呢, 跟乌克兰原来那个普京就吹牛, 一个小特务吹牛, 说我们几天我们就能占领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基辅, 现在已经两年, 大接近两年半了, 他也没占领, 而且乌克兰反攻了, 也攻入那个俄罗斯的本土, 据说占了有一两千平方公里, 而且今天早晨说乌克兰派了好多无人机, 轰炸这个莫斯科附近的一个, 什么机场或者军事基地, 那普京就急了, 因为普京快晚了, 快晚了, 就狗鸡跳墙了, 你这是吧, 又骂谁呢, 他暗缓的, 我认为他骂的就是习近平, 说你习近平你不讲信用, 当时我去打乌克兰的时候, 习近平应该是暗含的支持, 现在呢, 现在据说要转座了, 为什么要转座, 就是现在所谓的流言, 就是说国内发生了所谓的兵变, 政变, 或者叫官变, 就是习近平, 神隐, 神隐就是不出来了, 大约有一个月, 但是前两天又出来了, 这些他出不出来, 他这个, 这叫物理事实, 我们不知道, 我们也不可能知道, 但是大伙传言这个事, 就是一个社会事实, 我给大家讲这么一个插曲, 这个手机里传来的这个普京的话, 普京就是大骂, 这个, 我认为他大骂的就是习近平, 他骂谁他没点名, 他就说这个, 有一个大国不讲信用, 现在让这个俄罗斯打的什么, 钱打的越少越少, 而且中国本来说要给他合作物上线吧, 就有可能给他武器, 但是西方说了, 你中国你要敢给俄罗斯武器, 我就制裁你, 那中国也吓得没敢给, 那这时候就, 对, 当时北约峰会称中国是俄欺务的关键助推者, 就是说现在西方有一个词叫邪恶周心, 邪恶周心有两个大国, 一个国就是俄罗斯, 总统就是普京, 一个邪恶周心就是中共国, 头就是习近平, 还有两个一个中等的一个神棍国家, 就是伊朗, 还有一个金三帕, 就是北朝鲜的这个金正恩, 就是北朝鲜, 伊朗, 俄罗斯和这个中共国, 这就是邪恶周心, 这是国际社会上一个词, 是什么叫这个社会, 社会社会就他不是纯客观, 因为四大地球上出现人, 人有意识, 人有思想, 地球上有了人就没有纯客观, 都是人与自然的互动, 好, 谢谢大家,